末世基督座谈祭要 解决观念才能进入信神正轨 二 刚才讲到人的一方面性情 刚硬 因着人的刚硬 面对造物主所摆设的痛苦的环境与困境时 人的态度不是顺服 而是坚持着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不放弃 对于人这样的行为 神是怎么做的 神做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神怎么对待人的这些做法 神肯定不会说 你这次失败了 你就完了 像你这样的人不是好东西 不要你了 神没有放弃人 神继续用同样的方式 摆设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事物 来让人经历同样的痛苦 面临同样的困境 目的是为了什么 让人能反思 醒悟 能够放弃自己执拗的观点 神一而再再而三地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与人类这样对话 与人类这样相处着 最终 神的这种做工方式 要达到什么果效 神带领人 让人在一生当中 度过不同的困境 痛苦 甚至病痛 家庭不幸的遭遇 让人经历这些苦难的目的 就是让人在心灵里 不断地反思 不断地认识 在心灵深处印证 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呢 我应该怎么走以后的路呢 是不是应该转一转方向呢 是不是应该寻求真理之道啊 是不是应该换个活法呀 神让人经历各种痛苦患难 各种不幸困境 之后让人在内心深处 得到印证 人的命运 是有一位主宰者在主宰着 人不能任性 不能张狂 不能执拗 而是要学会顺服 顺服环境 顺服命运 顺服身边所临到的一切事 在你还没有听到 神明确的话语之前 神就用这些方式 事实 让你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 人事物 让你在内心深处 不断地印证 人的命运 是由上天安排的 不是哪个人能主宰的 人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你内心深处 不断地有这样的认识 或者呼声 也不断地印证 你所经历的这一切 不是哪个人给你造成的 也不是偶然发生的 更不是客观原因 客观环境造成的 而是冥冥之中 神在主宰着一切 没有一个人会碰巧 遇到另外一个人 发生一件事 或者碰巧 临到一个环境 让他的一生 有所改变 也没有一个人 碰巧临到一个病 然后得着了一个大福 这都是神 在用这种特有的方式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神在主宰着人的命运 神在看顾着 带领着人的每一天 带领着每一个人 度过每一天 度过每一个人的一生 这里除了让人知道 神主宰人类的命运 主宰人类一切的生活 主宰人类的归宿 主宰人类一切的一切之外 神还要做成什么 就是让人对神 对造物主的一些 不切和实际的观念 想象 要求 逐渐地淡化 消失 脱去 然后逐渐达到 让人认清 看明白 造物主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带领人类 造物主对人类 一生命运的安排 有哪些方式 从这些事中看到 神是有性情的 神是活灵活现的 他不是一尊泥像 不是一个机器人 也不是人想象出来的 没有生命的生物 而是有生命 有性情的 一方面 让人认识 造物主 做工的方式 放下人的 各种各样的 观念 想象 还有一些 不切和实际的 空洞的 推理 逻辑 总之 就是让人 放下一切 对神 做工的 空洞的 观念 想象 另一方面 放下这些 观念 想象之后 能接受 顺服神的 做工 与神的 主宰 这只是一方面 小的 果效 还有一方面 最大最深的 果效 你们没有看到 这个果效 是什么呢 就是神 会用这些方式 告诉人 神做每一件事 神成就 每一件事 他是在一个 特别实际 特别真实的 状态之下 坐在人身上的 人明白 这些之后 就会摆脱 一些空洞的 虚无缥缈的 东西 时时计计地 听从 顺服 造物主的 安排 然后时时计计地 在现实生活中 面对造物主 所摆设的 一切事 而不是用一些 空洞的理论 或者宗教 观念 神学知识 去想象 造物主 或者去处理 生活中的 一些事 这是神 要看到的结果 是神 要坐在 人身上的 所以说 当你还没有 听到 造物主的声音 没有明白 造物主 对各项真理 明确的言语 之前 第一个阶段 神在人身上的 做工方式 是安排 各种不同的环境 让你去经历 去体验 当你有了一些 印证之后 当你心灵深处 对这些 有了一些感觉 感动 领悟之后 神会用明确的话语 告诉你 人生是怎么回事 神是怎么回事 人是怎么来的 人应该走 什么样的道路 这样 人在相信 人是从神来的 是神造的 相信天地万物中 有一位主宰者 这个基础上 在走信神的道路 再来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接受神的拯救成全 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现在 所有接受神 漠视做工的人 都是哪些人 起码他们承认有神 相信整个宇宙世界 有神的主宰 另外也相信命运 相信人的一生 都由神命定 甚至相信灵界的存在 地狱天堂的存在 他们相信人的命运 有定数 神就在这些人中间 拣选了喜爱真理 能接受真理的神选民 他们能听懂神的声音 能接受神的做工 这是神做工的一种方式 一个原则 刚才讲了 神在人身上 是怎么做工的 神的做工方式是什么 仅仅是提到这些 并没有说 哪些是人的观念 哪些是人对神的要求 现在就交通 这方面的问题 既然这里提到 人对神的做工 有一些空洞的 渺茫的看法认识 那咱们就找一些例子 来对正这事 正面的 反面的都讲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 人是不是就能明白 哪些想象 是比较空洞 比较渺茫的 是对神做工的观念呢 从前面讲的故事 说起 故事的主人公 经历了好几段 人生的痛苦经历 在每一段痛苦经历过后 神用神的方式 继续安排摆布他的命运 引导他前方的道路 虽然他不明白 不知道 也没有反思 但神还是一如既往地 这样坐着 在这个阶段 他所表现的 是不是对藏物主的 这种做工方式 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 可不可以说 就是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 这些想法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从这个主人公本身来说 他有一种愿望 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有个依靠就行 通过几剖分辨 这种愿望是不对的 一方面 是违背神给人 摆布安排的命运 另外也无实际 那神对他的这种愿望 有没有什么定义 说法 如果按人的想象 神让一个人 明白点道理 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让人明白 人不就明白了吗 这个女人 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让他没有 这样的想法 或者让他改变 这样的想法 神那么做了吗 神没有那么做 那人的这种想法 是不是一种观念 是不是超然 是不是空洞 为什么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呢 神给人造了自由意志 人有大脑 有思想 有心思 人经过撒旦败坏之后 在世界上耳濡目染 父母的教育 家庭的熏陶 还有社会的教育 在人的思想里面 会产生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由人的心而生 都是自然生发出来的 人里面自然生发的这些东西 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他得具备 思考问题的能力 他能产生出这些东西 得有这个基础 然后通过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等大环境的熏陶 再有败坏性情 野心欲望的鼓动 这个思想慢慢就成型了 对于这种成型的思想 或者想法 不管是切合实际的 还是空洞的 还是怎样的 咱们先不定性 就说他这种想法在神那儿 神是怎么处理的 神定不定罪 神不定罪 那神是怎么对待这事的 神不取消他这种想法 人就存着观念想象 认为神用无形的大手 轻轻一抹 人的思想就变了 这个观念是不是渺茫 超然空洞的 这就是人对神做工的一种观念 虽然人嘴上没说 但是人的内心深处 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做工方式 常常会有一些幻想 人想象造物主 轻轻来到人身边 然后大手一挥 吹一口气 或者意念一转动 人里面那些反面的东西 立刻就消失了 就像一股大风 刮走一片云一样 无声无息的 对于人的这些思想 人心思里所产生的这些东西 神是怎么对待的 神不是用超然的 空洞的方式去解决 而是给人摆设环境 摆设什么样的环境呢 这也不是空洞的 神不是做一件超然的事 把这一切的规律都打破 而是摆设一个环境 迫使他明白这事 让他一个劲地反思 神在借着各种人事物 去开导他 他心里就明白了 神不改变他的命运 只是在他的命运中 加几个小插曲 让他明白这些事 人的观念都是超然 空洞 渺茫 不切合实际的 是脱离现实的 比如人饿了 想吃饭 有的人说 神是全能的 神吹口气我就饱了 还需要我做饭吗 神要是想不让人挨饿 闲点神迹那多好啊 这是不是不现实 如果你跟神说你饿了 神会怎么说 神会告诉你 去找食物 去做饭 如果你说没有饭 也不会做饭 那神会怎么做 神会告诉你 去学做饭 这就是神做工 实际的一面 什么时候 你们遇到 看不透的事 不在空洞的祷告 或者理直气壮的 对神渺茫的依靠 不再把希望寄托在 对神的这些观念 想象上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该做什么 你的本分是什么 你的责任 义务是什么 刚才讲到一方面 当人对神所摆设的环境 不明白的时候 神会怎么做 神会继续摆设环境 让人在人生的体验中 不断地明白 造物主的主宰 明白人的命运 是怎么回事 让人从内心深处知道 自己的愿望 与自己的命运 是两码事 与造物主的安排 是两码事 然后学会 逐步地放下自己的愿望 顺服造物主 所摆布的这一切 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另一方面 当神明确的话语 临到人的时候 人又产生了一些观念想象 什么观念呢 神的话是生命的良 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神自己 当我听到神话的时候 不管我多么愚笨 立刻就变得聪明了 只要我多读神的话 我的素质就能提高 我的特长也能增多 人的这些想法是什么 就是人的观念 那神是不是这么做呢 不是 既然是人的观念 肯定与神的做工 是不相符的 是对立的 这里有一个事实 神面对面地与人说话 告诉人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人应当走怎样的道路 应当怎样顺服神 各项工作 人应该进入的原则是什么 这些神都明确地告诉人了 而人还常常在等待 在期盼着神能在神的话以外 额外地告诉人 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希望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希望奇迹出现 这是不是人的观念 事实上神是怎么做的 神会摆设实际的环境 让人去经历 去体验神的话 如果摆设了实际的环境 人还不明白 神会怎么做 神会开启引导人 如果没有开启引导 你怎么办 按神的话实行 神怎么说就怎么做 对了 从神开始做工到现在 神面对面地给人说了多少话 太多了 多得几年都读不完 但人得着的有多少 人得着的太少 人得着的太少 证明什么 人没有在神的话上下到功夫 没听神的话 有些人说 我听了 那你有没有听进去 你理解到了吗 你注重了吗 你没有注重 神的话就这么富之东流了 所以说 当神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人 应该怎么做 人应该如何生活 如何顺服神 如何经历每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人还是不明白 神除了给人摆设一些环境 或者给人一些特殊的开启 或者让人经历一些特殊的事之外 神就不再做什么了 神能做的 神该做的 神愿意做的 就到此为止了 有些人说 神不是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吗 如果神用这种方式做的话 那有几个人能得救呢 那神会反过来问人一句 能有几个人听我话 而遵行我的道呢 有几个算几个 这就是神的观点 这也是神做工的方式 神就做到这儿为止 在这世上 人的观念是什么 神联系这个人类 神牵挂这个人类 神就要负责到底 人跟随到底 就必然得救 这种观念对不对 合乎神的心意吗 在恩典时代 人存有这些观念 属于正常 因为人不认识神 末世神把这一切的真理 都告诉给人了 神做工拯救人的原则 也给人说清楚了 如果人心里再有这些观念 就太谬 不忘了 神把这一切的真理 都告诉给你了 最后你还说 不明白神的心意 不知道怎么实行 还说出这种 大逆不道的话 这样的人 能蒙神拯救吗 有些人总想 神做这么大工作 应该得着全球一多半的人 用人数多 势力大 上层人物众多 来见证神德荣耀 那多好啊 这正是人的观念 在圣经的记载中 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 得救的被成全的人 一共有几个 最终能够敬畏神远离恶的人 都有谁 约伯 彼得 只有他们两个人 敬畏神远离恶 在神那儿达到的标准 其实就是认识神 认识造物主了 像亚伯拉罕 挪亚 在神眼中 也算是义人 但是 但是跟约伯彼得 比起来 还是差一层 当然 神 那个时候做的工作 并没有那么多 没有像现在这样 供应人类 说了这么多明确的话语 做这么大规模的 拯救工作 虽然得着的人少 但也是在神的预定之内 那从这世上 看到造物主的哪方面性情呢 神也希望得着的人多 但是如果事实上 不能得着这些人 这个人类在神做拯救工作期间 不能被神得着 那神宁可放弃不要 这就是造物主的心声 造物主的观点 人在这方面对神 有什么要求或者观念呢 你既然拯救我 你就必须负责到底 你既然应许我福气 你就必须给我 让我得着 人里面有很多必须 很多要求 这是其中的一种观念 还有人说 神做这么大工作 六千年经营计划 最后如果只得两个人 这太可惜了 这不是白做了吗 人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在神那儿 即使得两个人也高兴 其实神的目的 不是只为得这两个人 乃是为得更多的人 但如果人都不开窍 都误解神 抵挡神 烂泥扶不上墙 那神宁可不要 这就是神的性情 有些人说 不行啊 那样撒旦不笑话吗 撒旦笑话 不还是神的手下败将吗 神还是得着人类了 从人类中间得着了一些 能够背叛撒旦 不受撒旦控制的人 神得着真正的受造之物了 那没被神得着的人 就被撒旦掳去了吗 你们现在没被成全 你们能不能跟撒旦走 有些人说 神不要我 我也不跟撒旦走 就算撒旦给我福气 我也不要 没被神得着的人 都不跟撒旦走 这不是神得荣耀了吗 人在神得着人的数量上 或者规模上有观念 认为神不应该 救得那几个人 人能产生这种观念 一方面是 人对神的心思测不透 对神要得着什么样的人 看不透 人与神之间总有距离 另一方面 人心里有这种观念 是对自己命运前途的一种 自我安慰 自我解脱 人认为 神得着的人太少了 如果把我们都得着了 那神多荣耀啊 如果神一个人都没丢弃 每一个人都被神征服了 而且最后都被神成全了 神拣选人拯救人 这话没落空 神的经营工作没落空 撒旦不就更蒙羞了 神不就得着更大的荣耀了吗 他能说这话 一方面是对造物主不认识 另一方面 他有自己的私心 他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把自己的前途 与造物主的荣耀挂上钩 这样他心里就踏实了 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另外他还觉得 人被神得着了 是撒旦蒙羞了 这是打败撒旦的有利证据呀 这是三全其美的事 人真会算账 这观念来得巧妙吗 人有私心 这个私心里带不带有悖逆 带不带有对神的要求 这里有一种对神无声的反抗 说 你既然拣选了我们 你既然带领了我们 你在我们身上下了那么多的功夫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全部赐给我们 把你的话语 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 而且让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 最后你要是得不着我们 你多亏呀 以这个借口来要挟神 让神必须得着他 要是不得着他 那就不是他吃亏的事了 而是神亏本 这种说法对吗 这里一方面有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有人的想象观念 就是神做这么大工作 必须得得着多少人 这个必须来自哪儿 来自人的观念想象 人的无理要求 人的虚荣心 也有人的刚硬凶恶的性情 在里面掺杂着 对于人的这种观念 还得从另一方面 再交通交通 有的人认为 既然藏物主不在乎得几个人 有几个算几个 藏物主是这样的态度 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呢 是不是随便信信就行了 不用那么认真对待 反正神也不求真 那我们迎合神的要求 也不用那么求真 不用当成主业 也不用当成一生的追求 既然知道了神的心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活法 这种观点对不对 不对 既然神的态度跟人亮明了 人了解了 人就应该放下观念 放下观念之后 人应该怎么做 怎么选择 怎么认识对待这事 才是人最应该有的观点与态度 首先在观点上 人应该揣摩揣摩 人信神之后 对神都存在一种静扬 仰望的渺茫的想象 认为神全能 神无所不能 神既然在这个败坏人类中间 拣选了一般人 那他必定能做成这一般人 所以我们得福是肯定的 也是必然的 这种必然 是不是带有一种侥幸心理 人不追求真理 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还想得福 还想得到神的称许 这是人最不该有的态度 别抱侥幸心理 侥幸是大敌 什么样的心态是侥幸 人有哪些情形 哪些想法 还有哪些思想 态度 观念 观点 带有侥幸的心理 你能发现吗 如果你发现了 看见了有得福的侥幸心理存在 你该怎样去改变它 怎样解决它 这都是实际问题 对于侥幸心理 必须得看透 不解决不行 不解决就容易绊倒你 你就能遭殃 那哪些是侥幸心理 有的人认为 我信神 撇加舍业了 不管怎么样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 也有疲劳 只要跟随到底 可能就是得胜者中的一份子 是蒙拯救的一份子 得福的一份子 神国度中的一份子 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这种心理 撇下一切跟随神 全时间尽本分的人 起码多数人都带有这样的心理 这种侥幸是不是一种观念 是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观念呢 在你没明白 没了解到 葬物主到底对这事 是什么意思 什么态度的时候 你就主观地往好了想 主观地去追求 就这么去做 这就是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对造物主来说 是不是一种要挟 是不是一种无理的要求 意思是 我既然跟随你了 我既然撇下一切 来到神家中 全职尽本分了 应该算是顺服 造物主安排的人吧 那我是不是就能有前途了 我的前途 应该不是渺茫的 而是能看得见的 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这种侥幸心理 这种侥幸怎么解决 这就需要认识神的性情 现在这么交通 人基本就了解了 原来神是这么想的 神是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态度 那我们应该是否认识神的侥幸 人应该放下侥幸 放下侥幸是说一句 我放下了 不那么想了 我认认真真对待本分 负责任 多下功夫 就完事了吗 不是那么简单 人产生侥幸的时候 会有一些思想 也会有一些做法 更会有一些性情流露出来 这些都应该寻求真理解决 有些人说 明白神的心意 神的态度了 不就不存侥幸了吗 这是什么话 这是不通灵的话 是空话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你就得揣摩 神要是剥夺我一切的时候 我该怎么对待 我为神献出一切 付出一切 是甘心的 还是有交易的 如果有交易存心 这不好 我就得祷告神 寻求真理解决它 另外 在你的实行当中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有哪些真理原则不明白 有哪些事是违背神要求 违背神心意的 走怎样的道路 是不正确的道路 是受祸的道路 走怎样的道路 是能够蒙神称许的道路 这些是应该明白的 还有哪些是侥幸心理 有的人得过一场重病 神救了他 他的病好了 他就觉得 你们信神 你们信神都是奔得服去的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神的大爱带过来的 神给了我一些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经历 让我相信神 所以神爱我比爱你们多 神对我特别恩待 最终我生存下来的几率 就比你们大 他觉得他与神的关系 与众不同 他与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不同于常人 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 他觉得自己的身份 不一般不寻常 然后他就抱有一种 必胜的把握 定规自己肯定 与其他人不一样 自己肯定能胜存下来 这也是一种侥幸心理 还有的人担当一项重要工作 有了一个高的地位 比别人受苦多点 领导的修理对付多点 比别人忙碌点 比别人说的话多点 他就觉得 我这是被神重用 被神家重用了 被弟兄姊妹看重了 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啊 我是不是就能比别人 优先得福啊 这也是一种侥幸心理 一种观念 刚才讲了侥幸的一些实际表现与情形 还有哪些情形表现 或者是人思想里常常产生的一贯存在的东西属于侥幸 除了有特殊经历的 一般进来十个人 就是结了十个果子 就有百分之十的几率能得福 结五十个果子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几率 结一百个果子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几率了 这是一种观念 也是一种交易 更是一种侥幸 能抱着这些侥幸心理 抱着这些观念来衡量神的做工 这是信神吗 这走的是什么道路啊 他们的追求是不是有问题 他们为什么能产生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能死抱着不放 有些人说是不认识神 这话对不对 这是空话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总是抱着这种观点态度的人 存有这些观念还特别顽固持守的人 他们是不是认真的在神的话上下功夫了 他们对神的话始终是一种敷衍的态度 就是物理看花的一种态度观点 他们认为信神只需要知道 自己为神受多少苦 付多少代价 立了多大的功 有什么特殊才能 有多大本事 地位多高 与神之间 与神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患难之交 有过哪些特殊的经历 神给了他们什么特殊的东西 或者不同于别人的恩典 祝福 这就够了 无论怎么持守这些东西 他们从来没有反思过 这些观点是否正确 这些观点跟神的哪些话 与神做工的哪些原则 是相抵触的 这些观点在神那儿 是否得到了印证 神是不是这么做的 是不是这么成就的 他们从来不关心这些事 他们只在自己头脑里 琢磨 酝酿 做梦 一直到现在 所以 真理在他们那儿成什么了 成摆设了 这些人虽然信神 但是与神与真理之间 没有关系 那他们的信与什么有关系 与观念 想象 自己的欲望 还有最终的得福 归宿 只与这些有关系 他们没在真理上下功夫 最后就产生这些结果 通过今天的交通 人对神的做工方式 或者对神的观点 态度 有了一些了解之后 这对你们追求认识神 或者追求真理 追求生命进入 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 达到一些果效 能不能扭转你们的错误观点 使你们放下自己的观念 这里要求人做到的是什么 放下观念 按神的要求标准去做 你得明白 神既然这么要求 这么定规了 他必然这么成就 最后的事实 就是神的话不会落空 神的话都要成就应验 你如果认为 神不一定能按照 神所说的话去实现 这就是人的观念想象 也是对神的怀疑论断 有些人说 神哪能那么做呀 怎能拯救几个算几个呢 神不是大爱无限吗 神的忍耐是无限量的 神的宽容怜悯 也是无限量的 你为自己不追求真理 找种种借口 为走自己的路 开方便之门 对神的说话做工 对造物主的显现 置之不理 心里明知是真理 还但愿不是这么回事 这里面带着不幸的成分 也带着与造物主较量 对造物主抵触 要挟的成分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说 这是给我们敲警钟 吓唬我们 或者是让我们明白 该退去的退去 该软弱的软弱 该消极的消极 该过日子过日子 神的工作 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再说 神也不需要得那么多人 那我们就散伙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神说什么 不管神怎么说 神让人了解的 是神的心意 明白的是真理 那人该走的道路是什么 是遵行神的道 人该反思的东西 该寻求解决的是什么 是与神敌对的 一切观念 想象 要求 这些都是违背真理的 你得放弃这些东西 你必须得把这些东西 从心里除去 不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控制 能够真正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对付修理 败坏性情得着洁净 达到顺服神的百步安排 此外还要不断地反思 自己身上有哪些 与神不相合的地方 违背真理的东西 反思自己的败坏性情 自己对各种事物 不正确的观点 还有人各方面的观念想象 把这些东西反省 认识清楚 寻求真理彻底解决 这就进入 信神正轨了 才能达到顺服神 顺服神的百步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